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的三级警戒还是得延续到7月12号 确切要到什么时候还是说不准的 台北科市长说得好 这疫情再不解 20的人会比病死的人还多呢 毕竟针结还是在疫苗的覆盖率 还没有到足可阻挡病毒的传播 奇怪的是执政当局并没有去做到 能让民众每个人都能打上疫苗的努力 这是民众最基本的保障 政府却做不到 明显是失职的政府了 相信小来百姓奢求不多 只求尽快控制疫情 能有一个市场让愿意继续打拼的人 可以发挥就好了 现在受到影响的产业实在太多了 尤其是类服务业几乎全军覆没 计程车更是直接受到影响 一种是不敢出门开车 害怕染疫了 全家都危险 另一种即使上线了 也没有乘客 实在是很惨啊 我们还是来看看上周的数字 上周是从6月21到6月27 新冠确诊人数是爆发以后首次 单周降到1000以下 来到了628人 墙里上线5天 总金额是8226 上线约44个小时 只有12个小时 是有计费的占28% 时薪只有186 总共有57个行程 平均一个行程大概就是144 总的里程是543公里 其中有287公里是有计费的 占53% 这周开始有小费 收到的小费是40元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五的营业状况不错 那单日有2606 是因为当天有四张长单 对墙里来讲 实在还蛮幸运的 我们就来跟4月的每天平均来比较一下 这是上周的每天平均 金额每天大概就是1645 与4月的平均2191 衰退了25% 季费时间大概衰退了41% 时薪衰退了28% 行程数衰退了32% 有计费的里程也衰退了33% 实在是因为这礼拜五的业绩有拉上来 否则呢 我觉得这个数字会更难看的 好的 那这一张呢 是墙里总共上线了15周 那总的营业额呢 是17万多 那由于呢 5月份以后的这几个礼拜 每周的业绩拉下来的关系呢 那周平均已经剩下11000多了 扣掉固定的成本 6409 固定的成本呢 大概可以用这张表 有需要的话 朋友们自己看看内容吧 现在每个礼拜的利润已经剩下3801了 希望呢 这个疫情赶快受到控制 才不会如科市长说的 20的人要比病死的人多了 朋友们大家加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